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新闻内容 光良的童话竟险些夭折 美国最高法院25日做出裁决 拒绝听取川普政府关于DACA计划的上诉申请 理由是地方上诉法院会很快就相关案件做出判决 去年9月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废除前总统奥巴马期间 实行的童年入境暂缓迁返计划 这意味着约80万年少时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追梦人 将面临可能被遣返的命运 此后 多个地方法官做出不允许川普政府废除DACA计划的判决 今年1月 旧金山的一名地方法官威廉·阿尔苏普 做出有利于加州大学及其校长 前国土安全部部长珍妮特·纳波利塔诺的判决 即要求川普政府继续执行DACA计划 美国司法部随后宣布 将立即就此向位于加州的第9上诉巡回法院提出上诉 但同时也要求最高法院听取此案 对此 美国最高法院在25日的裁定中予以拒绝 并称上诉法院将很快就此案做出裁决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 一般来说 最高法院不会绕过下级法院听取上诉 这也意味着美国政府将继续执行DACA计划 国土安全部必须继续接受DACA计划的相关申请 川普在宣布废除DACA计划时 曾经要求美国国会在6个月内拿出方案 以解决年轻非法移民的身份问题 然而 随着3月5日最后期限的临近 国会迄今也未能通过任何法案 共和民主两党就此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甚至一度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 白宫虽也提出了移民改革方案的四大优先项 但就连共和党内部也不乏不同意见 致使参议院曾一天内否决四项移民修正案 舆论普遍认为 国会几乎不可能在3月5日之前解决此事 总统川普在与墨西哥总统潘尼亚尼托 通电话谈及边境住墙时大发脾气 双方一致同意推迟潘尼亚尼托 首次访问白宫的计划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月25日报道 墨西哥总统潘尼亚尼托 已取消前往华盛顿与川普总统会晤的正式访问 一名白宫官员称 潘尼亚尼托原计划于3月访问美国 但该官员向CNN证实 这次行程在2月20日那次通话后被割置 《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了访美取消仪式 表示川普和潘尼亚尼托20日曾通电话约50分钟 但双方最后陷入僵局 因川普不愿公开证实 墨西哥巨位筑墙买单的立场 川普竞选时承诺 将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筑墙并要末方出资 《华尤》指出 墨西哥官员表示 川普在通话期间大动肝火 但报道也说 美国官员形容 川普当时相当恼怒 因为川普认为 潘尼亚尼托要他收回竞选承诺很不合理 该报道称 两国官员证实潘尼亚尼托未避免在公共场合陷入尴尬的愿望 与川普拒绝提供保证是 此次潘尼亚尼托访美取消的主要原因 总统川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历史低位 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立法收紧枪支管制政策 综合报道 尽管拉斯穆森报告23日公布的民调显示 川普的支持率上升至50%的高位 但由CNN及今日美国 苏福克大学25日公布的两个最新民调显示 川普的支持率分别创下35%及38%的历史地位 与此同时 民调发现 支持收紧控枪法律的民众分别达到70%及61% 由SSRS被CNN进行的民调显示 川普的支持率较上一个月下跌5个百分点 跌至35% 这个在去年12月创下的历史低位 民调显示 川普甚至在共和党人中也获得最低的支持率 不过大多数共和党人对他的看法仍正面 整体而言 80%自称共和党人的受访者表示认同川普的施政表现 该比例比他在去年9月份路德的81%的上一个地位降低一个百分点 而表示不认同他施政表现的共和党人只有13% 而川普在民主党人的支持率更只有5% 在独立人士中为35% 在今日美国苏福克大学的民调中 川普38%的支持率 与他一年前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大会发表讲话时的支持率 相比呈现大幅下降 此外 民调显示 不同性别 族裔或年龄对川普的认可度也有着明显不同 川普的支持率在女性中仅有29% 但在男性中则有42% 在35岁以下美国人中只有22% 但在50岁或以上民众中有43% 在白人中有42% 在非白人中只有23% CNN调查发现 支持制定更严格控枪法律的民众达到70% 是自1993年以来的最高位 但民调发现 那些住在拥有枪械家庭的人 认同川普处理手法的比例最高达到52% CNN的民调是在2月20日至23日进行 期间用电话随机抽样访问了1016位成年人 调查的误差率为正负3.7个百分点 川普正极力促成长期担任自己私人飞行员的 约翰·邓肯出任联邦航空局局长 该报道称在川普竞选总统期间 负责驾驶他的波音757私人飞机的飞行员 约翰·邓肯已被列入FAA局长候选名单 在这一职位上的人要管理每年高达16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 并且负责美国所有的民航业务 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邓肯在面试FAA局长这一职位时的表现 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此前有过管理和行政管理经验 这位官员还表示 邓肯之所以能够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 是因为他是总统的私人飞行员 但他如果得到这份工作 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总统的飞行员 另一名官员也证实邓肯确实在考虑范围之中 而且他也具备领导经验 他曾负责管理航空公司及一些飞行部门 在21个月的时间里 监督川普竞选团队的机群 管理跨43个州203座城市的空中运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本月初曾报道 川普此前虽然没有提名过任何人出任联邦航空局局长 但的确曾表示 航空局若由飞行员领导会运行得更好 据悉川普政府正在推动航空管制私有化 总统本人也在本月初会见了几家主要航空公司的负责人 多家美一起与全美枪械协会断绝关系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下新内容 美国再次发生校园枪击案后 此前与全美步枪协会有合作的多家大型美国公司 开始与其疏远关系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宣布 停止执行针对全国步枪协会成员的折扣计划 并要求该协会从其网站上删除达美航空信息 此外 据美联社报道 其他一些公司也采取了类似行动 这其中包括奥马哈第一国民银行 从事汽车租赁服务的赫兹公司 大都会人寿公司 全球最大汽车租赁公司 Interprise Holding Inc. 塞门铁客公司 邱博保险 最佳西方国际集团 温德姆酒店集团 媒体报道说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美国银行 也正在考虑其与NRA的关系 校园枪击悲剧再次引发美国社会 有关加强武器流通管制的激烈讨论 美国总统川普此前与地方和联邦当局 就学校安全问题举行会议 他表示将会提议禁止向21岁以下的人出售武器 并称全国步枪协会会支持这一常议 布罗瓦郡警方24日表示 正在深入了解佛州枪击案时 有多名警察未进入学校的说法 也表示会进行内部调查 确定警方在这次枪击案的反应 是否有玩忽职守 目前当局面对的困难问题是 在发生枪击案后到格拉斯中学内究竟发生什么事 布罗瓦郡警方23日承认 住校的校警匹特森最先抵达现场 但却未进入校内 严重违反了警察受责 当了30年的警察匹特森现已被停止 除了匹特森外 其实还有多名警员未进入学校采取行动 布罗瓦郡警方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指出 山湖全市的一些警员也没有进入学校 按作业标准他们应该进校舍处理 相关人员已展开调查 布罗瓦郡警长伊瑟瑞尔表示 如果调查发现我们的警员犯错 没有进入学校内 会按一贯的程序处理 据CNN报道 至少有3名来增援的山湖全市警察没有入内 山湖全警方发出声明 表示会继续与布罗瓦郡警方一起调查 此次校园枪奸案也暴露了执法部门的严重疏忽 对现报消息不重视 除了联邦调查局一直没有理会接获对枪手克鲁兹的警告外 布罗瓦郡警方已承认过去10年来共收到23个有关克鲁兹及其家庭的报案 也收到两个称克鲁兹可能在学校内开枪的警告 但都遭忽视没有进一步处理 CNN报道联邦调查局一个月前就收到通报 说枪手拥有大批武器有虐待动物倾向 扬言杀人结果FBI置之不理 美国国会议员23日要求FBI针对报案电话处理流程进行简报 FBI人员在简报中表示正在重新检讨报案流程 21日去世的美国著名步道家格里汉 24日从北卡罗莱纳州埃西威尔夷林夏洛特的格里汉图书馆 沿途民众夹道迎送 汽车也自动停在路旁让路 向这个美国叫宗致敬 领车队沿着40号州际公路穿过格里汉之爱的北卡家乡 沿途民众扶老挟幼站在巨马和黄色警戒条后面 40号公路上的路桥排列着消防车 很多人也聚集在桥上守候 领车队经过时警察送目敬礼 民众则拿着手机拍摄这个历史时刻 在黑山镇经营家具店的格里汉家人好友泰森 募送领车经过说 他从来不在乎那些名人排场 出了名难免有各种麻烦 可是对这么出名的人他们生活非常正常 我觉得他会对邻人相亲自动自发的 出来敬请的庆祝他返回天家 获得赏赐感到自豪 享年99岁的格里汉住在附近的蒙翠特 经常到黑山买东西或搭火车 他26日和27日将停留夏洛特的格里汉图书馆 28日和3月1日宜林华府国会圆顶大厅 共民众瞻仰 3月2日归葬夏洛特图书馆 与2007年去世的妻子安葬在一起 洛杉矶县皮克里维拉市一处公寓 周四疑似因管线工程引发大火 造成约300人无家可归 洛杉矶县消防单位发言人林马文周五表示 这场火发生在周四下午30 30分左右 起火地点是皮克里维拉市Burk Street 一栋三层楼建筑 火焰从无人居住的空房窜出进入走廊 最后燃烧到不同单位和屋顶 林发言人表示火势一度过于猛烈 迫使消防员暂时撤出火场 公寓大楼内数十单位都受到火势影响 纵火调查人员和洛杉警察周五上午来到现场搜证 警方告诉记者 根据初步调查 最可能的起火原因是管线工程 湯普森和家人住在公寓已经22年 他说他周四开车回家时 看见自己的房子陷入火海 我看见一大团黑烟冲向天空 他说 我看见整栋公寓被火吞没 三楼完全陷入火海 湯普森说火灾发生时 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外出工作不在家 但他的两只狗留在公寓内 他必须等到周五才能确认是否保住性命 我回到家时 最先出来迎接我的是我的狗 他说 所以我的整个心都碎了 我不担心物质 两只狗是我的家人 美国红十字会已经在Shitland的瑞弗拉公园礼堂设置收容所安置灾民 超过70名消防员投入救灾工作 待火事完全熄灭后 调查人员将确认起火原因 随着就业市场的降低 23日 政府协会在洛杉矶City College开展了政府岗位的招聘会 因政府岗位的稳定以及高福利吸引了诸多亚裔的关注 北月23日 由联邦调查局和国家税务局等36个政府机关 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年度政府招聘会 吸引了1500名求职者 我们有幸采访了主办这次活动的总监兼首席执行官Brandon Lee先生 亚裔族群长期缺乏有关政府岗位的就业信息 这次政府招聘会也为亚裔就业提供信息与帮助 受到了亚裔族群的欢迎 我们还采访到了国内税务局刑事调查官安芝莉先生 参加这次招聘会的政府机构还表示 他们希望亚裔移民能够有更多平台以公平的方式竞争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以上就是今天的政治新闻内容 让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在Channel A节目《听道传闻》中爆出演员宋忠基因韩国体坛的派系斗争而放弃十余年滑冰的年幕 据该节目报道 宋忠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练习短道速滑 足足练习了12年之久 并曾代表家乡大田连续三次参加了全国大赛 其出众的实力得到了认可 然而宋忠基最终放弃成为一名职业速滑选手 可是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伤病 更因为宋忠基目睹了韩国体坛的派系之争 最后节目总结表示宋忠基目睹了短道速滑项目上围绕金牌的派系之争 并意识到仅仅凭借实力无法成为国家代表 在深思熟虑后决定放弃成为速滑选手而埋头苦毒 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军馆大学经营专业 池胜和Namo Actors相伴走过了九年岁月 如今和约期满决定续约 池胜2010年与Namo Actors签约期间拍摄了Cue Me, Hue Me, 被告人等大热韩剧 公司表示和池胜合作的每一天都非常棒 在长久的时间里互相给予了彼此很大的意义 据悉池胜这次续约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令所属社十分感激 也决定为支援他未来的发展付出更多努力 池胜1999年拍摄电视剧Kai's True Doll 近20年来诠释了非常多不同的角色 演技和个人魅力都很受认可 尤其在2015年的Cue Me, Hue Me中 艺人分世多角 带动了多重人格类型剧的兴盛 更斩获NBC演技大赏的年度大赏 另外池胜在不久前结束了电影《明堂》的拍摄 该片预计在金秋上映 成立了14年的飞儿乐团已是名存实亡 自2015年后便在无新作 连主唱飞在团体主粉的管理员身份 也已被悄悄移除令月明傻眼 据报道成立了14年的飞儿乐团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2015年他们宣布加盟到华言国际音乐后 仅在同年与彭佳慧合作新曲《新之火》便再无新作 22日稍早 主唱飞在脸书自爆被退团 看到朋友转贴才知乐团将推出新作品 且她在FIR团体主管的管理员身份 也已在16日被其他人悄悄移除令月明傻眼 飞稍早在脸书发文表示 抱歉过完年后必须宣布一个不好的消息 说这两天有许多人转帖给我看才知道原来团要出新歌了 后来上了专业才发现我已经在2月16日被移除管理员资格 刚与两位老师求证也得知他们即将有新的计划 虽被莫名其妙退团非却没有口出恶言 仍希望网友继续支持乐团 表示这个计划不包含我 我也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删除管理资格 但无论如何能听到两位老师又有新作品 我也是非常期待 祝福他们能够写出更棒更优秀的歌曲 陶哲即将启程前往美国加拿大 举办陶哲2018初心演唱会 陶哲的音乐旋风即将从亚洲席卷北美洲 初到21年怀抱音乐初心的音乐教父陶哲即将启程前往美国加拿大 举办陶哲2018初心演唱会I Love You Life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他首度在美开唱 为了迎接这令人振奋的时刻 他在音乐及造型上大动作变身 首先在造型上把留了好几年的长发剪去 改以一头利落又清爽的帅气短发现身 音乐上更是卯足全力 初五一开工便为巡演紧锣密鼓练团 尤其歌单更是集结20年原汁原味的经典之作 费尽心思就是要让美加歌迷充分感受他的音乐魅力 另外华裔设计师Daniel Wang 也为陶哲美加巡演两身打造初心T-shirt 其设计的核心概念便是以演唱会初心为主轴 浙江卫视大型音乐猜评推理节目 异口同声新春首播 歌手光良作为首位嘉宾身着白色西服帅气良想 节目中光良透露 童话在起初险些夭折 提起光良的歌曲 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童话 2005年光良一首童话红遍大江南北 异曲奠定其华语乐坛情歌王子的地位 其实童话的诞生并不如表面那样风光 当时很多人不看好童话 因为种种阻碍因素 光良被守挫折 曾一度想放弃童话 但是由于光良对音乐的执着 以及经纪人的鼓励 他克服了所有困难 坚持发行了这首歌 起初童话大火的时候 光良甚至有点不敢相信 节目中光良的磨唱歌手 分享了自己的爱情故事 他与女朋友刚刚结束爱情长跑 准备结婚 第一次就是他们的定情歌曲 而光良也就成了他们之间的月老 而月老光良当场为两位新人祝福 并一起向观众撒喜堂 截至2月22日零点 2018春节党综合票房总票房 已经高达56.8亿 同比增长接近7成 春节党上映的影片中 有三部先后突破10亿元 刷新了去年的春节党 33.4亿总票房记录 此外今年春节党 还有桌妖姬2领衔刷出了 13亿的单日票房世界记录 大盘总体比去年更热 观众对国产片的消费能力 也给很多电影出品方注入了信心 今年春节上映的六部新片中 有三部先后突破10亿元 桌妖姬2 唐人街探案2 鸿海行动 分别收获17亿 18.9亿 11.95亿 其中桌妖姬2 大年初一刷新全球单一市场 待日票房记录 而唐人街探案2 在上映后第三天开始逆袭 以微弱优势后来居上 称霸2018春节党 处于第二梯队的另外三部电影 熊出没变形记也收获4.2亿 西游记女儿国6.2亿 祖宗19代是唯一未能破译的电影 但考虑到该片的体量 9172万的票房成绩 已经让该片算得上较高回报率的喜剧了 另一方面 由于今年的上映影片质量整体的高于往年 也让更多人对春节党走进影院不感到失望 56.8亿这一数字 以另业内人士乐观估计 今年电影总票房应该有望突破600亿 以上就是今天的娱乐新闻 让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再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股价油价 还有明日天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收看今天的USKN新闻 我是主持人艾比 我们明天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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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